花莲市农兵桥从去年7月封闭施工至今一年 市长威家贤28号上午前往关切施工情况 并表示超量施工进度目前来到31.79% 比预定的进度17.6%还要超前 整体的工程包括引道最快在明年8月可以完工 施工期间带给大家的不便还请多包容体谅 大型机具进驻河床不停地向下探挖 工程人员则驾驶着怪兽一趟又一趟清空多余水分 这是花莲市新农兵桥目前正在进行的桥蹲集装工程 28号上午市长威家贤也特地协同建设客长徐国成 到场关切桥梁的施工现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玉立梁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那准备来做一个测验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集装的部分 我们看到现在在私座是最难做的一个部分就是集装 那又碰到防汛期 那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有烟花台风来袭的部分 那还好没有进到台湾 那原本我们比较担心是因为台湾会影响到整个河道的一个状况 所以厂商也在这个时候 把一些相关的一个施工的机具 跟施工的一个防护工具 来做相关的一个安置跟相关的一个撤离 所以有一些施工的进度也受了一点点影响 不过我们整体进度还是超前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在整个机庄的部分把它做完之后 基础把它做好以后 那未来会减少受到一些 比如说核道吸水暴涨的一些问题的影响 那我们也期盼 未来这座桥完成之后能够带给附近周遭的民众生活上的便利 新农兵桥目前的施工进度为31.79% 比原先预定的进度超前了大约14.19% 市长维嘉贤除了感谢嘉义行善团及建造单位与施工厂商 也感谢自来水等管线单位的大力配合 而新农兵桥的整体工程包括引道在内 最快明年8月可以完成 施工期间带给用路仍逐多不便 还请大家多加包容与体谅 记者许丽勤 画链试报导